彰化縣湧進三公所出租公墓用地 讓光電業者來重電 結果是引發了附近村民不滿 因為業者原本是承諾的百姓公祠 都還沒有蓋 就已經在偷偷施工了 也擔心會對於周圍的農作產生影響 三公所表示 除了要求業者停工之外 也會召開協調會 等達成共識之後 才會繼續動工 怪手吊著一枝一枝的水泥墩 進到這塊用地 看起來就像要蓋工廠 種機具也在整地 原來這裡已經被光電業者向重 要建置光電系統 但這讓當地村民很擔心 會對周邊的農地和生活造成影響 村民看著滿部的水泥墩 心情又氣又擔心 怎麼也想不到 原本以為這裡要規劃成公園 但卻變成光電廠的所在 彰化永進鄉的這塊地原本是公墓 公所在二零二零年完成千葬 發包給光電業者要重電 但村民質疑 當地臨近四個村 影響層面大 而業者卻沒有依照契約 先建百姓公祠 更沒舉辦說明會就貿然施工 簡直是黑箱作業 用一些藥水可是那些藥水聽說是很嚴重的藥 很毒的藥水所以他們也擔心他們的農作物受了傷害 就是不要讓它重電 因為重電很多地方都已經有災害出現 村民十八號前往公所撒民旨表達不滿 鄉公所表示 這項工程是前任鄉長所規劃 打算在公有的殯葬用地 建置二點九公頃的太陽能光電廠 每年租約八十萬 當初的時候這裡是一塊廢地 是傷葬地 所以土地裡面真的很多 頭盜垃圾啦 就是很亂很多髒亂點就對了 鄉公所強調 目前並沒有答應業者可以動工 已經要求立即停工 另外業者也需要依照契約 先完成百姓公職 並將在二十八號召開收明會 但居民不領情 要求光電廠必須撤出 保障當地的生活環境 記者林健身 彭幻群 張華報導